午餐餐期接近 餐廳裡碗盤餐具 食材動起來準備就緒 因為可以跟客人聊天 就是跟很多國家的客人 就遇到不同國家的客人 就是蠻有趣的 然後每個人會遇到蠻多狀況 然後就想要學習就是怎麼處理 就比如說他們想要什麼 然後你會去注意 然後你 他還沒有 就是他還沒要去用的時候 你就先把它用好 然後他就覺得 你知道我要這個東西 從大學實習就在餐廳服務的Wendy 因為喜歡客人滿足的笑容 更樂於待在飯店工作 精進自己在服務上的能力 有些是在咖啡廳 有些是在飯店現在比較少 汽車也有 然後業務也有 而同樣就讀旅館事業管理科系的同學 畢業後只有一半留在相關產業 人力可謂是餐飲旅宿業最重要的資產 但在疫情結束後觀光產業卻回不去 甚至在近幾個月來有飯店業者先後向銀行爭取展延還款時程 原因都和人力荒有關 像是我們11月的住房其實已經來到了九成 那跨年的當天也有九成五左右 我們也有跟積極的和國外像是馬來西亞還有新加坡的一個外籍生來進行一個建教合作的部分 那應聘這樣的實習生來補足我們目前的一個人力上面的配置以及窗口 那另外呢如果像是本國的實習生如果有畢業轉證之後我們也會進行有一個預留的一個獎勵基金跟輕貼的部分 主要因為疫情期間飯店人員被減薪停止聘僱或是放無薪假轉而從事外送服務 而外送自由度高薪資也高造成觀光飯店缺工房間無人清理就開不出來進而導致營收萎縮 今年的一個缺工就是職缺的狀況 那旅塑業填付回來的大概有八千多個職缺 那其中房務清潔人員大概有五千五百個職缺 由於這個疫情的關係 以前有一些房務清潔人員就在疫情期間流失的嘛 那回來就招捕的狀況不那麼理想 尤其是業者也要反映就是年輕的世代 在那個來做房務清潔這一塊的一個意願有比較不像以前 目前在人力銀行的網站上有高達66.8萬個職缺 比去年增加4% 而其中人力最缺的同樣是在餐飲旅宿夜超過14萬個工作機會 也占了總體的將近五分之一 而觀光署統計2023年上半年 旅塑業總營收收入包含房客餐飲以及其他收入 合計為848.4億元 較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767.3億元成長11.08% 但疫情後物價和人力不比過去 以及疫情期間的虧損需要米平 再加上現在的人力不足 量能也無法全數開放 餐飲的一個配置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是有進行相關的調整 像是餐飲的餐期 我們就有把它縮短時間 以早餐跟午餐的服務為主 薪資我們是一直希望旅塑業者逐漸調高 那我就我們也做了一些措施 目前我們掌握的狀況就是 那個疫後也比以前的那些薪資是有調高的 缺人的關鍵恐怕和台灣令人詬病的低薪問題始終綁在一起 雖然為了解決旅塑業缺工問題 觀光署已經寄出每名每月新台幣5000元補助為期一年 而不少業者都表示等到員工滿一年之後會再一次性的提出申請 也是擔心人員流失 但在疫情之後 旅塑業早就不是求職者首選 政府的補助能替旅塑業支撑多久也很難說 TVBS新聞 羅氏彭和江洋下單詞 他會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